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话题人物就是吉达州的州务大臣 他看守的州务大臣萨努西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风波 那首先就早前他就是涉嫌冒犯了这个雪州的苏丹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件上面 他就后来原本他是不认错的 后来就认错了 就向苏丹那边去道歉等等的 可是后来这个事件又越演越烈 就在这个冒犯苏丹的课题上面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点吗 首先萨努西冒犯苏丹 本身是一开始有争议的 像杰森所提到的 他一开始是否认的 说他是被抹黑被抨击 然后这事情越闹越大 包括年雪苏丹的皇室里面的官员 都代表雪兰和苏丹陛下去报警 回教党 包括萨努西本身才出来道歉 说为这个可能不够严谨的言论来进行道歉 但他们一开始是说 我没有乌鲁苏丹的 那这个话在各方面去报警之后 其实你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了 都被下架了 那萨努西到底讲了什么 其实他最主要是抨击雪兰尔看守大臣阿米努丁 因为阿米努丁当上大臣的时候很年轻 所以吉达州看守大臣就说 他是不够资格的 然后有用一些比较贬低性质的话来说 阿米努丁是不符合资格的政治人物 因为这一点他就说雪苏丹不应该委任这样子的人当大臣 所以这一句话就被描绘成是侮辱雪兰尔的苏丹陛下 当然有没有侮辱 现在已经是法庭案件了 我们要看陈唐的证据 然后看法官的诠释 包括后来也可以进行上诉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们当然要尊重我们的宪政君主 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且他是超越政治的 不要用你的政治立场来判断 我们皇室苏丹或最高元首的立场 也不要把它拖下水拉入政治之中 所以你搞政治也好 你演讲也好 最好不要涉入这个皇室 因为他是超越政治的 而他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防线 他是宪政君主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不代表不能批评皇室 皇室其实在现代民主制之下 他是我们的君主 但他从样也是受限于法律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992年的 宪法修正案之后 其实天子犯法与庶民统罪 1992年之前 皇室尤其是苏丹最高元首 他们犯法是没有法庭可以审判他们的 在92年之后 宪法修正案了 那就有一个特别法庭 来可以审判这些错误 所以其实有错误 你是可以处罚 甚至当然也可以批评 连处罚都可以了 批评当然也可以 我在这里也帮大家refresh一下memory 其实在2008年 不知道大家当时还记得吗 当时发生政变 纳吉政府就策动了霹雳州 当时是由西蒙所执政的政权倒台 那当时其实很多西蒙支持者 包括到现在还在台面上活跃的政治人物 都是批评 霹雳州苏丹 说在此事上处理不公 然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子 安平宣誓书就来委任新的大臣冷选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 所以你现在突然把这样子定义为皇室 是完全不能够质疑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有点过火 也是违背我们的民主制度 只要不是羞辱性 只要不是贬低性 那其实你是可以去评论的 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下 当然现在已经进入法庭案件了 Sanusi他也有足够的律师团 他也有足够的资源 所以不用担心他会差别对待 那这件事情就交由法庭来宣判吧 那其实像这一个上了法庭之后 当然他是有被控这个煽动法庭 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聊 那可是呢 因为他不认罪 可是很多人抓着一个点说 既然你已经向这个雪桌的苏丹道歉了 就也代表说你其实是认错了 那可是后来他就说 其实我是因为出于这个马来里节 我尊敬王室 我才道歉的 可是不代表我认罪 他这个说法成立吗 其实政治人物很多时候说错话 他们道歉或做错事情道歉 都会留一条尾巴 最常见的就是 如果我讲的话冒犯了你 你觉得你被冒犯了 那我向你道歉 你看这样子其实是没有诚意的道歉 就是你觉得你被冒犯 但我没有冒犯你 我不承认我冒犯你 但如果我伤害了你的情感 你认为我伤害了 我就向你道歉 Sanusi他这一番道歉 确实就像先生所说的 很明显是没有诚意的道歉 那这个事情越演越烈 其实对回教党 对Sanusi也不好 他们也不希望被描绘成 是反我们君主立宪制度的 因为君主立宪制度 是我国的建国基础 这一个东西你要修改 不是这么容易的 而且在我们的宪法里面 你如果质疑君主立宪制度 或是你要推翻君主立宪制度 在马来西亚成立共和国 所谓的共和国就是总统制 像法国总统制 台湾总统制 美国总统制 新加坡总统制一样 这些就是共和国 这些都是触犯法律 最严重甚至可以背叛死刑的 所以他们当然也不希望 在六周周旋去掀起这种争议 那他道歉 但是他又不认罪 其实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在 包括穆尤丁前首相 他在帮Sanusi缓夹的时候 也说他不认为Sanusi有冒犯君主 但是他也帮他道歉 然后说我们是捍卫君主立宪制度的 其实整个情况都是一样 好的那稍回来 我们直接看一看 这个Sanusi的事件上面 其中一个大家抓住的点 就大家比较有争议的 就是他是在前几天的凌晨 警方就上门去到他的居住的酒店 去逮捕他的 然后很多人说需要吗 需要在凌晨去抓他吗 为什么不是在其他 比较正常的时间点上面呢 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 说法和想法 稍后来我们继续聊 守着Melody 今天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今天在这一天 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在这一天 应尧宏伟祥律师 洪律师你好 杨森你好 所有听众 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这个吉他州的看守的 州大臣 Sanusi的风波上面 那他前几天呢 就在一个凌晨 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呢 就被警方上门 去到他住的这个酒店那边 去把他逮捕 然后呢 就带到底他去去了 所以在这个事件上面呢 大家就觉得说 为什么会是凌晨这个时间呢 那后来我们看到全国总警长 他们那边也有说法 然后内政部长也有说法 就说一直联络不上他啦 他没有配合去录口供啦 等等呢 所以才在凌晨的这个时间 去逮捕他 可是呢 Sanusi方面就说 没有啊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会跟他们保持联系啊 要找我的话 其实是可以找得到我的 等等 就觉得是有一个政治的动机在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在进入Sanusi凌晨 被捕这个巨大的争议 其实他被捕 很多人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触犯法律 政府或者是总检察署 或者是调查单位 也就是警方认为你触动法律 你被提告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但很巨大的争议 就是为什么你要凌晨来逮捕他 他没有逃跑的疑虑嘛 Sanusi是不可能逃跑的 他现在是国盟六周周选的竞选 总主任 就是由他来领军 由他来布局 所以你说他会逃跑 这一点是天方夜谭啊 所以关注的 其中一个巨大的焦点 就是在凌晨三点逮捕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 我想要补充一点点 之前没有讨论到的 就是煽动法令这个课题 其实在纳吉政府 就是国阵政府倒台之后 是一直都没有被使用的 而且西蒙在2018年的竞选宣言 是清楚的阐明 煽动法令应该被废除 他已经是一个恶法 所以你现在在使用煽动法令来提供 其实不是一个恰当的事情 这一点要特别指出 纳吉时代2014年 他就闭上众人的悠悠之口 所以用了煽动法令来打压 很多谈论1MDB 或者是去推广 perseid运动的人士 我们不希望政府 回到那样子的时代 你可以控告 但是不要用煽动法令 这些很模糊权力很大 然后被视为恶法的法令 那回到先生问的 这个凌晨三点被提高 其实我们的刑事体制 一般上你要提供一个犯人 就是他触犯国家法律 这个不是民事 这个是刑事 刑事跟民事最大的差别 民事是个人提高个人 或者是私人机构提高私人机构 他的目的是要求赔偿的 而刑法是政府提高你 所以是由政府来提高 这些触犯法律的人 比如强奸打抢 偷东西 吸毒等等 这些触犯国家法律的 所以现在三东西面对的是刑事案件 那刑事案件它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要提高这个人 你必须给他抗辩的权力 他要能在法庭为自己辩护 然后能在法庭为自己来自侵 所以你要提高他 你一定要把他带上法庭 有些比较极端的时候 你可以突现缺席审判的情况 像刘特佐之前 政府曾经要尝试缺席审判 就是刑事案件我抓不到你 但是我们先让这个案件走 但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这确实是违背司法体制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有为自己抗辩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 当隔天总检察署要提告 前一天晚上要去逮捕他的原因 因为你不逮捕他 你就不能把他带上法庭 不能带上法庭 那他就不能面控 他不能为自己的控状来进行抗辩 那整个提控程序 其实就不能进行了 但是这个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其实是时间点 你面对一位看守周务大臣 你需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吗 而且整个控状 其实他很突然 Sanusi去录口供 大概几天的时间 他就被提高了 通常在录了口供之后 会叫你签署一个 我们叫 如果之后要提高你 或者是有过后的调查情况 你一定要出席 你一定要配合 Sanusi有没有签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相信应该有了 需要这样子去特别逮捕他 为了明天要提高他 其实我觉得理据是不足够的 当然现在有工作 公有理 一方说联系不上 一方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甚至还有WhatsApp 其实现在已经沦为口水战了 你讲来讲去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最重要还是回归到这个程序 其实我国的警方权力很大 他们一直以来都会这样子做 为什么 因为凌晨是最容易找人的时候 白天你可能去上班 你可能去读书 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晚上你会在家睡觉 所以我国警方执法 通常面对一些比较难找的写犯 他们都会晚上去做 其实这个是要去进一步优化的程序 马来西亚一直被诟病 警方的权力太大 是警察国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成分在 就是警方为了逮捕你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管时间 不管地点 就直接这样逮捕你 也不管你的形象 我们要知道定罪之前 你都是无辜的 像我在上班到一半 你突然闯进来逮捕我 这个是会破坏我的形象 你半夜在家里来逮捕我 如果我有妻而在 也会对他们心理 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们也要尊重嫌疑犯的权利 嫌疑犯毕竟 还不是被定罪的犯人 好的 那当然Sanusi 除了刚才所说的 以上这些风波事件之外 还有另外一单 就关于这个稀土开采事件 有一些人 说他涉嫌了 这个滥权的情况 稍后我们继续聊 我们继续来讲Sanusi这号人物 他除了有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涉嫌有侮辱苏丹 然后有这个煽动法令 正在提控等等之外 那最近也有人 像是一个反贪会去举报 就说Sanusi就有涉嫌 在这个稀土开采世界上面 涉嫌滥权 这个事件又是怎么的一回事呢 其实这个课题并非是新鲜事 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就有人投报 然后有关当局也进行调查 但这个事情一直以来都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周选政治 突然又热起来了 然后多位联合政府的领袖 包括内政部长塞夫丁 他连环指控 在各个竞选机会之上指控 Sanusi本身有涉及 然后击打州务大臣机构 也已经被罚款了 所以要他出来解释 那整个课题才被重新挑起来 现在已经有两位NBI 就是击打大臣机构高级官员 已经被逮捕被传讯了 所以整个事情又在热起来 其实这个就是选举的好处 我之前屡次强调 选举就是人民去检视政府 做得好不好 然后去回顾他的政绩 去回顾政府这个政策 有没有实行 你的宣言有没有做到 等等的一个终极评审 所以讲简单一点 就是人民要对政府 所做的事情来进行打分 所以大选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 平时看不到的 他们都会出来来说服你 把一票投给我 然后端出各种政策 所以选举其实越频繁是越好 我们很多次在一周欧英都有谈到 其实很多人说举行选举是浪费钱的 这一点是跟我们的民主机制有相悖的 这个钱是物有所知的花的 只要没有滥用 没有滥费的成分债 所以你看正因为接近大选了 双方两个阵营在互相争取选民 所以这些本来不了了之 或者是不受关注的案件 才会被再次挖掘起来 而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为 你是为了政治 你是为了选票 你是为了炒作 而不是对方真的有做错 你是为了赢选票才这样子做 这个就是所谓的打压政治敌人 打压异己 当然有这样子的疑虑 我想强调 即便是有可能会出现打压的情况 但总比大家排排座吃果果 大家都是同一个阵营 你做政府的时候我不去揭发你 我做政府的时候你也不揭发我 或者是万年执政党 在野党也无力去揭发像我们以前的情况 来得好得多 所以这样子也是民主的一个体现 政党轮替了 就由新的政府来检视前朝 有没有犯下任何的错误 所以这个对比过往是一个进步 但这个进步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我们希望不要有差别对待 不要有双重标准 谁做错 谁就要接受调查 接受检验 而不是你只针对你的敌人而已 所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不代表这样子的情况是错误的 而且像我们刚才有提到 像Sanousi他是著名政治人物 他有整个政党 整个联盟在backup他 所以也不用去担心 他会被迫害的情况 你有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资源可以在法庭上进行抗天 所以别人要want你 这种情况是很难会发生的 所以最后还是交于法庭 所以他终究是一个进步了 但是这个进步还不足够 我们要更往前希望在未来 只要任何人犯法 像LCS案件也可以遭受到调查 像我们涉及副首相的案件 现在也了无声息了 已经接近快一年了 没有任何的进展 也可以继续去做下去 这个才是最好的 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的确这也是我们人民希望看到的了 那另外在这个六州的州选上面 其实有好几个课题也被炒作出来 其中一个就是宾州的首长的人选会是何人 之前真的是有太多的一些风声 太多的揣测了 稍后我们继续聊 守着Melody 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课题 我相信这个也是前阵子 就是炒作的也蛮厉害的 就关于这个宾州的首长 会不会换人的这个课题 因为之前也有说要把曹冠友换下来 然后有请谁去顶替上去 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人选 可是最近的行动党的陆兆福 也有出来说州选之后 曹冠友依然会是首长 没有其他人选了 这个课题现在暂时已经告一段落了 因为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他在这个风波越演越烈的时候 在凌晨突然发了一个文告说 党内的五人小组 就是零选候选人出战大选 最终拍板决定权的这个最高核心 已经确认 曹冠友会连任了 不过行政议会的阵容 将会有大幅度的革新 会有很多人被撤换 所以某种程度上已经断了 这个宾州首席部长 会否连任的悬念了 当然未来还会有变数 像柔佛州我们就看到 他的Poster Boy其实是Hasny 结果最后是有另外一位 巫统领袖来出任大臣 所以未来还会有变数 但在选举投票之前 曹冠友将会继续出任 宾州首长 应该没有任何疑虑了 但是这个课题还是值得分享一下 不知道宾州以外的独有 有没有关注到 其实这个课题 在宾州吵得非常热烈 甚至宾州华唐一度要举办大会 来力挺华裔出任首长 后来因为你说 只力挺华裔出任首长 有一点种族主义 华唐就把它改成 我们力挺朝官有连任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要撤换朝官有这个议题 其实并非是空穴来风 大多数槟城有关注政治 或者是有一些门路 有一些门道都有收到这个风声 所以他们才要大张旗鼓 来举办这个挺华裔首长 或者是挺朝官有的集会 那为什么朝官有明明才做一任 然后又没有什么贪腐弊案 没有什么丑闻 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要撤换朝官有这样子 巨大的风声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派系 政党是汇聚各个阶层 各种各样人士的一个组织 所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 造成不同的派系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宾州 大家都知道有前首长林冠英的派系 也有现在朝官有的派系 所以朝官有他跟林冠英的执政风格 是截然不同的 林冠英是非常强势的领袖 朝官有是好商谈的领袖 所以两种风格的对创 会让一部分的行动党 宾州的基层 还有一些选民认为 林冠英这样子风格的更好 他可以强力的回击像撒努西这些政敌 那朝官有就是我不要跟你吵架 就会显得有弱势一点 所以在这样子的酝酿氛围之下 他们觉得要由林派的人来拿回这个首长 包括之前林冠英跟朝官有也有水公课题 在隔空交战 所以让他们不合的印象越脸越烈 但是林冠英本身 他不能够再出任兵州首长了 因为兵州宪法已经阐明 当过两任首长的人是不能出任 所以后来才会有要歌兵新来出任 因为你看林派 你要再派出林冠英以外的人选来出任 大成绩是非常困难 谣传中的沈志强 他甚至不是州议员 他现在在当财政部副部长 你要他特地回来选州议员 好像也不是很恰当 那林冠英自己的妹妹 他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 也是兵州的秘书 他当这个职位也当了很多年 但他也没有这个服众的能力 他的州议员的资历是很浅的 所以为什么要歌兵新出来 因为他是有威望的领袖 他又是槟城人 之前又有当过部长 所以林派就想要这个折衷方案 提出歌兵新 但这只是建议 后来引起很大的宣传大波 最后决定让朝官有来联论 这是绝对对的决定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六州州选非常的接近 尤其现在一直都在谣传 马来海啸正在澄清 所以即便兵州是相对稳固的州数 但是还是有巨大的变数存在 你也不可能复制2018年的辉煌 所以你要尽量减少争议 减少纷争 朝官有没有犯下任何错误 而且又有两年任期限制 他只剩下最后一届 你现在就要拉他下来 那他的派系他的支持者 觉得他做得不错的也会感到不满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除非你说他有什么贪腐弊案 有什么丑闻 你要把他拉下来 这才说得过去 在没有之下 其实你就要维持现状 连任者你要有给他连任的机会 毕竟五年确实太短 你要把你的计划全部付诸实行 也不太可能 所以通常都会给他两届的任期 甚至有一些国家是给三届 所以不应该这样子半途 朝官有下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雪兰河 也发生在深美兰州 如果没有太大的争议 他年龄不是太高 也不是连任了很多届 那你就应该给他连任 来减少争议 来稳定政局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 所以行动党是做了一个对的决定 包括联合政府是做了一个对的决定 但是你做了这个对的决定 你又留一个尾巴 就是行政议会要来一个大换雪 其实你这样子也是令人产生疑虑 大换雪的理由是什么 难道就仅仅因为派系你要换雪 不过这个决定可以被视为 是双方各退一步 我让你朝官有连任 那你让另外一个派系的人 占据这个行政议会多数 我们换一批新人上去 那大家一人退一步 这个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应当就是联合政府一方 或者行动党一方想出的 所谓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吧 的确就是其实之前呢 就是这所谓的换曹 换这个宾州首长的谣言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是 这是在乱民心的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的 这个正式的宣布之后呢 真的是可能可以有一个稳定军心啦 派了一个定心丸的一个作用在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这个六周周选的一些演变啦 好了那今天在Melody一桌all in呢 我们非常谢谢红伟祥律师的分析 还有分享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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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